成功不是衡量人生价值的最高标准 因为比成功更重要的是 一个人要拥有内在的丰富 有自己的真性情和真兴趣 有自己真正喜欢做的事 并且一直为之努力 这样不断获得的成就 才是真正让人瞩目的 一个人能收获多少 更多的也取决于自身的努力程度 肖战完全用自身来证明了 努力奔跑和向阳而生的真正含义 实现自身价值 肖战两个字就是感召力 夫君子之行 静以修身 兼以养得 非淡薄无以明智 非宁静无以致远 当肖战一次又一次的经历 跌宕起伏的人生 并且依然能够勇敢站起来 成就非凡 创造非他不可价值的时候 肖战这两个字就成为了独一无二 他曾经在采访中有提到过 鲍宇红 他说过自己的看法 也表明过自己的态度 每个人都不想做昙花一现的灿烂 能够保持这样长久的稳定 除了找到自己的位置之外 还要用自身创造出一种 非你不可的 也就是独一无二的价值 而如今肖战用短短几年的时间 完全做到了 他让肖战这个名字 就成为了最大的竞争力 最耀眼的核心卖点 当玉古瑶不断被期待 不断传出定档的溜粉消息时候 我们也的确等来了一条新的动态 从玉古瑶的剧推介中看到 这部剧已然成为一部未播先报的黑马 总结了这部剧的亮点与特色 然而最吸引人注目的一句话却是 主创核心卖点 主演肖战 有多少电视剧作品 能够将一位主角的名字诚然 摆在观众和网友弟面前 直接成为核心卖点 他只有肖战能够如此了 肖战作为最大的核心 他的热度 他的流量 他的演技实力 全都成为了画作 提升他自身价值的一棒 即便是在娱乐圈 这个大染缸中 稍微不慎就会被这繁华的 名语立迷了眼 甚至身败名裂的地方 肖战走得小心翼翼 谨慎若微 而他如今也真正的创造出了 一种非他不可的价值 无论是网友调侃的肖战时代 或者是肖战效应 亦或是所谓的肖战财富密码 这一切的背后 在于肖战存在的价值和无可替代的不可或缺的意义 甚至有一件觉得很无语 也很无厘头的一件事 竟然也发生在了肖战身上 玉谷姚魏波先火不说 就连新剧的商标都被商家们抢住 而且涉及的行业还蛮广泛的 涵盖了食品 医疗 园艺日用等器材 具体商标甚至还包括了奶茶桑拿玉 腌制蔬菜等行业 听起来真的像是一个玩笑一样 但却真实的发生了 可见肖战真不愧被人调侃为行走的财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